他26岁白手起家,一手创建了1200多亿市值的大疆创新公司。 公司创建第6年,就实现一个小目标的营收。 连续8年,成为全球行业第一,44岁,身价达500亿元。 傲人成绩引发美国不满,多次遭受排挤,面临2.8亿美元,把款选择,硬刚到底。 他的创业经历是怎样的? 为何公司市值达1000亿,却未上市? 本期子牙童区商匠锦郎,就带大家一起了解汪涛的故事。 1980年,汪涛出生于浙江杭州。 由于父亲常年工作繁忙,所以教育汪涛的重任则落到了母亲的身上。 身为教师的母亲,对汪涛的学业成绩要求十分严苛,但汪涛的成绩始终处在班级的中有。 后来不满足现状的母亲辞职开始创业,繁忙的工作让他在南顾及汪涛的教育问题, 于是汪涛从三年级开始就寄宿在老师家中。 当时朋友并不多的汪涛在学习之余爱上了看漫画书, 一天他被书中的一架红色直升机所吸引。 从此他就对天空就产生了向往,并立志要发明出一架可以停在空中的直升机。 此后他的空闲时间就被研究航母所填满。 升学高中后,父母的事业都趋于稳定,望子成龙的他们又开始紧盯汪涛的学习。 为了激励汪涛,父母提出只要他可以在每次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他们就奖励一台遥控直升机给他。 为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王涛在那段时间拼了命地学习, 最后他用漂亮的成绩单换到了遥控直升机。 拿到遥控直升机后,王涛马上进行了试飞。 虽然直升机总飞不了多久就会掉到地上,但王涛也丝毫不屑气。 直到有一天直升机再次坠地,一命无虎后,王涛才陷入了无尽的失落。 他恳求父亲帮自己给商家联系,为自己发来配件。 但因为父亲又被繁琐的工作缠身,并未将他的话放在心上。 于是16岁的王涛自己联系上了商家,历经几个月配件终于从香港发了过来。 虽然当时的他毫无经验,但他还是通过查资料、看说明书等多方努力让直升机重新焕发了生机。 经过这一早,王涛更加坚定了自己造出一架无人机的梦想。 为了更好的实现梦想,他决心先为未来打好坚实的文化基础。 目标明确后,王涛的学习成绩不断进步。 高考结束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电子系。 在大学学习三年后,王涛发现学校教授的内容以理论学习为主, 而他想要的更多的是实践。 于是,他做出了退学的决定,并打算出国进修。 他先向美国斯坦胡、八省理工等知名高校提交了入学申请。 虽然语言问题早已解决,但因为学业成绩不达标,他的申请直接被驳回。 但他没有因此灰心,而是降低要求继续四处投递入学申请。 最后,汪涛成功被香港科技大学录取。 2005年,汪涛毕业前夕,为完成儿时梦想, 他多次找到导师将自己的闭设课题改成了遥控直升机的飞行控制系统。 不仅如此,他还向学校申请了1.8万港币作为研究经费, 拉着两位同窗好友,就开始人生中的第一次研发。 背景忘事五个月,当汪涛细心满满地带着自己的闭设走上讲台后, 直升机在空中停了不到一分钟,就失去平衡,重重摔到了地上。 汪涛不仅颜面扫地,连保送研究生的机会也失去了。 就在汪涛打算收拾行李出去找工作时, 时任香港科技大学电子计算机工程系的教授李泽湘找到了他。 在经过一次粗息长谈后,汪涛成了李泽湘组内的一名研究生。 读研期间,汪涛也从未放弃在遥控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上的研究, 他迫切地想要成功挣回自己的面子。 可现实十分的骨干,直到2006年1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汪涛, 才终于研发出了运行稳定的飞行控制系统。 也是在这一年,汪涛和当时大学闭设课题中的两位同学, 在2006年带着不多的启动资金, 去往深圳创办了大疆创新公司,主攻飞控。 大疆刚创立时只有汪涛一个技术人员, 所以他索性就住在了办公室。 后来没办法的汪涛只能把招聘标准一降再降, 公司团队才慢慢搭建了起来。 人才危机解除后,大疆发展刚一年, 就又遇到了第二个危机,内部矛盾。 因为汪涛是个工作狂, 所以员工们总会在下班时间接到他要求回去加班的电话。 时间一久,员工们纷纷哀声载道, 再加上没有加班费, 很多员工带着从大疆学到的技术就跳槽到甲方公司。 有的员工为了报复汪涛, 不仅将公司的设备挂到网上售卖, 还将大疆的内部资料以高价卖给对手公司。 后来就使员工大批量离职, 最后公司只剩下汪涛和一鸣出闹。 无奈之下, 汪涛只能再次向温氏李泽香寻求帮助。 一直十吨欣赏王涛的李泽香当即就找到了哈工大的朱小蕊, 向大疆投资了一百万。 此外还为大疆输送了一批刚刚从哈工大毕业的研究生。 大疆也由此真正拥有了一支专业的研发团队。 此后, 大疆就想学会飞翔的雄鹰, 开始在天空自由翱翔。 2007年, 大疆研发出了可以超视距飞行的飞控XP2.0版本。 一年后, 飞控XP3.1版本实现了空中悬停, 汪涛从小的梦想得以实现。 当然技术上的突破不仅实现了汪涛的梦想, 还为大疆带去了稳定的订单。 从2008年开始, 大疆每个月都可以售出大约20台飞控XP3.1。 截至到2009年年底, 大疆年销售额就超过了400万。 后来, 大疆在汪涛的带领下将业务扩展到悬翼飞控, 图像传输和云台上。 2010年, 大疆推出的超高性价比的S1飞控, 直接让大疆在无人机行业站稳了脚跟。 而2012年退出的蝉丝C15云台, 直接让大疆当年收入突破了一个小目标。 但王涛并不满足于此, 他早就发现, 无人机在普通人群消费市场的空白。 于是, 他立即开始筹划, 研发出一款安装简单, 价格低, 质量好的, 即飞行派设于一体的无人机。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 2013年1月, 全球首款消费机航派一体无人机大疆精灵, Fantom一问世。 一经上市, 几天的销售量就突破了一万台。 大疆很快就成为了国内市场的第一, 为谋求更大的发展, 汪涛将大疆推向了海外市场。 凭借价格优势, 大疆很快风靡美国。 这下可让美国慌了神, 于是从2016开始, 美国市场就开始各种给大疆使绊子。 不过, 不管美国怎么折腾, 大疆系列产品还是始终发挥稳定在他们而买的十吨火爆。 没折的美国在2023年上半年, 直接以大疆侵犯他们专利为由, 要求大疆赔偿他们2.8亿美元。 但汪涛从实质中都没向美国低过头, 不管美国怎么闹, 他都始终保持不与理睬, 来头做事的态度。 截止到2023年, 大疆的市值已超1200亿元, 汪涛的身价也达到了500亿元。 但大众却迟迟没有等到大疆上市的消息。 有的人认为, 汪涛是为了不被资本所限制, 有人认为大疆的实力无需用上市来证明。 不过,不管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只要大疆保持初心, 一直保持硬刚的破例, 大疆的辉煌也一定会一直延续下去。 你认为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留下自己的看法。